在首场共识论坛一开始 先移传统的排湾族既移告知祖邻 并祈福会议顺利圆满 台东平农两线目前排湾族人口已逼近十万人 已成为原住民族第二大族群 在北南塞下等族纷纷成立民主议会之际 台东平农两线的排湾族也开始思考族群的互动平台建立 尤其应应未来政局发展 为民主议会吹声 首次召开排湾族合议至民主议会共事论坛 你成立民主议会没有筹备团体 那往下的步骤我们要怎么去进行 就很困难 但是你诉说人家不听的 听不进去 所以这些官员都很可怜 所以我们的民主议会是要来支持他们的 原明会副主委钟馨华也以主任的身份参与论坛 他表示在新政府上任后 原明会特别忙碌 希望目前的工作能够解决400年来 殖民统治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最近就要解决这100年来 甚至400年来原住民所遇到的问题 包括土地的问题 语言的流失问题 文化流失的问题 土地的管理 传统灵意在 依据它的自然法则 怎么去分配的 包括无论过去的人 还有我们对资源的利用 尤其是我们对土地的伦理 东华大学副教授高德义在会中 也提醒大家 在自治的立法过程 是隐藏一些玄机和制度上设计的陷阱 勉励族人要积极厚实自己的实力 怎么去厚实我们民族的生命跟发展 否则这样的自治 虚的 然后肥了这些念过几本书的人 但真正需要去帮忙的 整体原住民的生命发展 恐怕反而是一种弱化 小心这里面的陷阱 首次召开的排完组合一致 民族议会共事论坛 来自屏东台东两地排班族人 在会议中热烈提出论述 为民族议会的吹声往前一大步 记者卡扎弗亚 台东军风采访报道